我这一生我就碰过有几个例子 我听过两三次 我说奇怪我怎么听到 我听过人家跟我实际说 他说我正到八地了 我说我获得八地 我说我别的我不知道 我说如果你获得八地的果位的话 你是时时刻刻正空性 你是时时刻刻正空性的时候 就像大家应该有慢慢有体会 或者有感觉说 你看我不敢说我 有对现观或者我对经书有多了解 可是至少有思维过 有思维过的时候 讲出来跟一个是照本这样的 念出来给你的 大家应该听起来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自己有思维的时候 那我们讲出来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有时候 他不局限于说 我一定要用经书的文字 我可以用 从任何的角度任何的来讲 因为他自己思维过了 他用左影也好 右影也好 从前影也好 后影也好 总之是好像他自己看过了如指掌一样的 他可以这样解释来讲的话 我常常就说 如果真的这个是八地的菩萨来讲的话 他时时刻刻是正的空性来讲的话 我说我们不用用 你一定要用经书的文字来跟我描述什么是空性 你没有办法用经书的文字也都没关系 可是你不可能说我说不出来 你说不出来就代表说你还没有藏到 你如果是你看我 我说我实际在看到的时候 我还说我说不出来我描不出来 怎么可能是这样子 他这个八地菩萨来讲的话 他是时时时时时刻刻 没有一刹那 没有一刹那不是正的空性的 所以他所有的行为都是在对峙烦恼了 所有的行为都在 他没有像我们这种放逸的 或者被情绪所主导的 从来没有了 这个时候他已经在累积快速的质量 这是什么 他在这个时候在累积 我们说在这个时候 他已经圆满了两大阿森奇节的质量了 他已经在最后的第三 加入圆满第三阿森奇节 已经说什么 我们已经说已经可以看到说 他已经是几乎是要成佛了 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看到说 像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的视线 看到地藏王菩萨的视线 看到文殊菩萨的视线 看到说什么这种大四肢菩萨的视线 这些各大菩萨来讲的话 他就是这种的在亲近三地的 当然当然这些菩萨早就 弥勒菩萨这些早就什么 八大菩萨这些早就已经成佛了 实际来讲 可是他视线或者他表现出来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这种亲近三地的菩萨 大菩萨的了 可以到八地菩萨 这个我说 不管这是男生女生 年幼年长的话 这是不可思议的那样子 我说如果有到八地菩萨这种来讲 那不是那种简简单单说我正八地了 我说有人敢说简简单单说我是八地的话 我说如果有人说我真的 如果真的有八地 我说你要我翻山越岭 我都要想办法去见到这个八地菩萨 真的 我说我们只要世间上有八地菩萨的话是我们大众的福报 我说常常说我们如果可以看到像什么像中大师 或者这种龙树菩萨 我这人来讲的话这是毫无疑惑的八地菩萨 那样子 如果是八地菩萨的话 他所讲出的空性的道理 应该是要像龙树菩萨这样子一样的清楚了 我说那何等那个智慧 我说如果要到像龙树菩萨这样子 那个不是简简单单的 我们说我八地了 那个离得很远 他说我很奇怪 就是在这一生就碰过 我真的是碰过两个人说 我是我获得八地菩萨 我说有这么容易获得八地 我常常说我也希望我可以获得八地 我说我也希望你真的是八地菩萨 我说如果你是八地菩萨的话 那我今生 不要说别的 我今生看到你我就有福报了